各位同学 老师们 大家晚上 今天晚上呢 我们又有一场学术的大餐 我们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中生教授 蓝泽勇教授 今天给我们奉献了一台学术大餐 关于地方政府 美国地方政府的创新问题 我在讲座之前呢 稍微多说两句 其实上午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同学已经领埋过蓝教授的风采 蓝教授呢 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然后蓝教授呢 在公共管理学界非常有影响 这次到我们这里来呢 也确实是对我们学校的一种偏爱 马上呢 可能还要到浙江大学去 蓝教授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这个研究呢 这个除了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研究以外 还对地方政府的创新 公共财政的创新问题 有非常深厚的这个见点 我就不多讲了 下面我们以热烈掌声 欢迎蓝教授 谢谢大家 很高兴 我上午在这边做了一讲 我不知道有几个同学在这儿 晚上就比较随便一点 没有地底 但是不要紧张 主要是我们这个思想的交流 那么希望大家这个思考和提问 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力环境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课题呢 它是有一些道理 就是说地方政府啊 它是这个人类文明最早的组织形势之一 它在很早的时候 比如说在公元前的六千多年以前 在这个西方的伊奥巴拉里河和比格里斯河的两个领域 就孕育了这个早期的人类文明 它就是村落和这个城邦国 这个城邦里头 它就是最早期的地方中文 它就是人类文明的这个发源地 你只要是研究城市历史的你就知道 它这个城市 它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基居 也可以是人类罪恶的基居 就是说所有好的事情都是在城里头发生的 比如说那个古希腊的城邦国雅典 它是集人文 哲学 思想科学 政治科学 还有很多科学家在一起 那么你看那个罗马 对吧 它是集最高的管理之后 这个早期的这个民主的实践 和早期的专制的实践 都是在罗马 然后你看人类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性的行为 你像德国的这个柏林城市 你像英国城市的黑石碧 比如说这个纽约城市 所以它是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的表达 这是早期的地方做的 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 那么有的发展好的地方 它就开始就轻夺那个发展不好的地方 这个就叫封建豪强兼并 这样它就把很多小的地方政府给征服了 这个时候地方政府的功能就大大的被减弱 就是开始有了中央政府 在那个被征服的时代 被征服的那些地方政府呢 它实际上就成为了存在的中央政府的财富的 这个他们叫进贡啊 就财富的这个贡献 它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地方政府 它的目的不是为地方的老百姓服务 而是帮当时征服者收集钱财 这个进贡 所以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它是不好的 就比较弱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 开始有了这个国家社会 叫Nation State 这个时候地方政府慢慢就衍生成为了 这个国家的一种行政必保和治理工具 它是一个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一个管理工具 越到近代以后 就是有了完全的这个现代化时代以后呢 地方政府的功能它又不一样了 就是说它又重新得到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 管理的环境越来越复杂 这个城市比如说还有这个地方的情况也复杂 它自己需要管理的事情也很多 还有这个地方的人才 比如说也慢慢的就是 开始得到了这个开发 就是有了这个很好的高效的治理 和管理地方的能力 这样的话而且在新的这种观念和条件下 这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它已经就开始是平等的地位 就是说他们的目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 所以说你围观一地要造福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功能的这个为人民服务 为地方造福发展地方经济的地方功能又重新显现出来 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谈这个地方政府创新 它是一个特定的这个历史环境 所以地方政府它不创新它会没有出入的 我就从这几个简单的提论 就是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思路 然后跟大家一个思考和讨论 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 它就是也碰到了现在面临很大的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叫创新的主力 东西方皆然 就是说我就用这两句话 你看这两句话都是外国人讲的 但是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一个呢 这个Guy Kawaski 他就说在商务中你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 是接受已知的东西 拒绝未知的东西 你应该正好相反 那么这个人他是那个苹果公司的创建者之一 那么第二句话是林肯讲的 就是林肯他开创了这个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未来 对吧 他这个领导的这些南北战争 所以说他说安静的过去的那些程度 对暴风与世的当前的形式是不合适的 就是说你可以安逾过去的这种现状 但是我们经常会有新的问题 既然面对新的问题 就必须要有新的思维和行动 他这两个东西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不创新你就没有未来 你应该拥抱未知 第一个他是苹果公司的创建者 所以说他提的是 现代高科技公司生死存亡的金科技力 你不拥抱未知 你的公司就消亡 那么后来一个 他是开创美国新纪元的植物名的 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不安于现状 要进行创新 去拥抱未知 这个在中国他也经常是这样 大家经常是不愿意去创新 去想这个新的东西 因为要创新 就是说你要否定自己的过去 要面向位置 所以他是很沉重的 人的一个心理后代 大家一般是不愿意的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 就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 这个地方政府 它是最难创新的一个东西 就是美国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书 当时他都有人讲 他说 美国这个城市 它在这个发展中 他说简直是一个人间的灾难 为什么呢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这种移民 还有城市交通 堵塞 环境保护 什么都不行 然后还有腐败 特别就是腐败 那个城市的管理者 他接受贿赂 然后就把城市的这个工程项目 给一些那个发展上 自己从中得到好处 美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 他们就说 地方政府 你要想 它能够管好国家 是不可能的 正是在美国历史上 也有这样的东西 现在中国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 所以大家就抱怨 那么 所以说 你如果要这样 你就要改变你的这个思想方式 怎么样改变思想方式 因为你看到我开始的主题 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要创新 你要为创新设底线 又为创新设边界 这个边界呢 它是存在的 就是 它就是 你既然是创新 你怎么还要有边界 就是说 还没有要有底线 我就是讲 这个政府的创新 它和这个科学技术的创新 和这个商业企业的创新 它不一样 这个政府它是一套这个管理体制 管理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这个协调和合作 那么从这个讲解来说 我们就是研究一次 你就会发现 这个政府它有不同的这个社会形态 这个每一个不同的这个社会政府 它是在这个不同的文化环境 有不同的思维 有政治理念 它有它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和社会价值观 如果你把这个线路看清楚了 你基本上就能了解 就是政府创新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可能 就是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就是 大概的我们可以拿来看成 比如说有原始社会 有封建社会 和现代社会 和后工业社会 那么我们都是从这个原始社会 和传统的社会走出来 向这个后工业社会发展 所以说从政治理念上来说 它的原始社会是靠这个父母氏族的血缘关系 它的政治目的是氏族和家庭的生存 它的政治家族观 它是这个氏族封建长老 氏族管理 他们叫黑群家族 但是到了封建社会 它有这个天赋皇权 就是政府它的这个基础 是这个皇帝给的 就是 那么这个国王呢 和领主的利益 就是它的中央政府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你地方政府它是没有什么权利的 那么地方政府它靠着 它就是封建的分封 它只要跟上头亲共一些东西 然后它就能够有它这一片的子民 这个威塔 但是现代社会呢 它这个观念它就变了 它这个观念变化就是说 它靠这个政府的基础 法理基础是这个法理契约 就是说它是民主社会 人人是被认为是平等的 那么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 就是讨论出一种契约 把这种管理国家的权利 交给中央政府 然后中央政府再把一定的权利 分给地方政府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政府的这个管理机制 就不管你是中央政府 还是地方政府 你的这个管理地位 基本上是平等的 你们的工作不是隶属关系 不是下级和上级的关系 而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 这样呢 它就是一个心理念 就是说文化概念上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它要重新进行调整 那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东西 就是中国它是从那个 传统的社会走出来 它要往现代的社会进步 中国现在的发展的瓶颈 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没有处理好 这是一个两千年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中国它是一个早熟的社会 那么它有这个传统和封建的 这个思想的这个阴席 所以大家习惯上就认为 地方政府重属于中央政府 所以中国现在的发展的 这个两个常态 一个就是被那个 中央就是一放就乱 就是地方就乱得不可收拾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群雄并起 是吧 互相打砸 谁也不服谁 然后就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 它就把地方一下就卡死了 一抓就把它卡死了 所以叫做一抓就死 一死了以后 饭都没有吃 地方创新能力也没有 生产能力也没有 那怎么办 那就放 一放了以后 它又管不住 它就乱 一放就乱 乱了以后就乱得不可收拾 就是中国的两个常态 从这两个极端里头 挣扎着前行 它就没有处理好 如何这个中央的地方 能够有一个平等协作的关系 它可以互相互惠合作 长治久安 所以我就打了一个比喻 我说我们这两千年来 这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包括我们这个解放以后一直是这样 就是唐圣和圣悟空的关系 就是这个唐圣啊 它这个本领不强 它控制不了圣悟空 它靠着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一个紧箍座 所以它这个 每次的圣悟空想要动弹 要做点什么东西 它就有一点心有芥蒂 这些家伙又要弄点什么事情 我控制不住 就早早地念紧箍座 就把它给卡死了 所以圣悟空要打妖怪也打不了 就是要创新要做什么也做不了 但是你再想想 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是卢来福和孙悟空的关系 那你说这个关系多好 卢来福手掌一身 你有本领紧算 你挑不出卢来福的手掌心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 孙悟空他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能动力 他降要附魔的能力 就可以这个灵力尽止 百分之百地发挥出来 好事他都做 但坏事他做不了 他从卢来福这个神通广大 他有边界 所以说如果我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呢 能够变成卢来福和社会的关系 各个地方可以用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智慧 依靠自己的条件 极大程度的创新 那你说中国的强大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就是说他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就是很多人到中国来 他就没有发现中国有这么多大城市 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九个 中国有多少个 大家知道了 166个 所以说如果每一个中国的城市 能够管理的像美国的城市 这么样的活跃和高质量 那他中国这个就叫做untouchable 就是真正的不可动摇的一个经济 过去传统上为什么中国很容易就被小日本给征服了 因为他知道 你这个就是中央就是那个唐僧 把所有的生物空 杀和杀什么的都管住了 所以你只要把唐僧拿下来了 他不愁拿不下来中国 但是如果你上头是有一套制度 使你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生物空 第一个他一个也奈何不了 如果他奈何了一个那里还有十个 所以说他真正的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强大的势力 他靠的不是一个闹市强大的中央政府 他靠的是这个藏富于民啊 就是说遍地是实力的这个叫群雄并起的城市群 现在不但是城市 它还是叫做cluster 叫做大城区 所以如何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变成如来土和这个生物空的关系 这个呢西方它有一套很成熟的法律制度 虽然不说它是百分之百的有效 但是它至少在很多这个管理的这个过程和目的上 它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所以我讲的呢就是这个 就你要地方政府创新 现在我们的法律师我要鼓励你创新 但是我不告诉我没有边界也没有底线 我不知道你到底该怎么样 所以说你就一做我都老防着你 又怕你做多了 又怕你做坏了 所以中国的这个改革过程中 倒下了千千万万个英雄 就是想做事的人 你就要趟他这个法律的边界 因为他没有很清楚的边界 所以说到时候他说你犯法 你就犯法了 说你错了你就错了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就是做很细腹的这个社会科学研究 看人类的历史 你就有大致的一个框架 你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范围给定出来 他说在一定的区间内 你由本领减算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发展的空间它就会很大 而且它有相当长的就是长治久安的可能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的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三个法律 它用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使它的这个地方政府啊 能够极大的发挥地方的这个创造能力 为地方的老百姓这个造福 中国历史上呢 比如说这个杭州市 就是浙江这一带 它是比较少有的 就是一个成功的地方治理的范例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就是南北分治的时候 它不需要向中央进购 最后就是说我的目的就是为我这个地方发展经济 创造文化生活 赵富玉民 结果它在不知不觉之中 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势力的范例 当然它是一个非现代的范例 但其他的大多数它还没有这样 但是西方呢 第一个它就用那个联邦市 就解决了中央和州这一起分权的问题 这里头就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联邦法律 就是联邦制呢 在中国到现在为止 本来我以为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我还是不停地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 说是这个联邦制它是这个西方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拿到中国到底有没有用 那么他这个联邦制它是讲分权的 而中国呢它是中央集权的一个体制 那肯定它是不能相互的 这个从哲学上 就是说他这个也是说不通的 就过去有一个人 我说在那个耶鲁大学的特首馆 他专门写了一个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学者 我现在忘记他名字了 这个是什么了 他就讲文明新旧两相心灵东西本相同 他说你学习这个文明啊 这个新旧就是古的古文明和新文明 它里头有很多类同和相似的地方 叫文明新旧两三 就是我们刚才显示的给你看的那个 这个叫做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 它里头有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很像我们那个前现代和禅教里头的事情 宗教事情 所以说这个叫 还有一个叫 这个心灵东西两相同 不管你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里头有好多好多相通的东西 那么这个相通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反映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联邦制 联邦制人家说是分权的 是西方的东西 我们中央是中央集权的 但是我就是 我包括还有很多学者 弄了半天他还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在那里讨论他专门写述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联邦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 就是这是一个 它不是分权的体制 但是呢 它这个中央集权的体制 是产生于它特定的这个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之中 比如说在美国 联邦制就是美国的产物 就是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产物 当然有人也说 那还有英联邦 这英联邦和美联邦 它的概念不一样 美国的联邦是叫Federalism 而英国的联邦 它是那个叫British Empire 它是翻成中文都好像是联邦 英联邦 但是它的内容和英文的词完全是不一样 美国的联邦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在它早期建国的时候 它是移民国家 所以说 比如说它的西部来的 那都是这个爱尔兰人和华侨 建立了比如说旧金山 还有这个洛杉矶 是吧 它是淘金者 那么它东部 它有比如纽约这个城市 它是那个Dutch 叫赫兰人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城市 那么像波士顿 它是英国人来建立了这样的城市 它是宗教文化 那这个中间 这个Saint Louis 这里头它有这个 和孟非斯这一代是德国人 叫Germantown 然后它还有下头 在迈阿密那里头 是南美西班牙的 再到这个后头 西部呢 它又是墨西哥的 再到那个出大水的 那个Catrina 叫卡特里纳那个地方 那是法蜀殖民地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地方自治 分泉很厉害的 这个历史传统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样不行 要打造现代国家 需要有这个强大的 这个统一的意志 所以他们建国者 就叫联邦主义者 The Federalists 他们写了那个联邦文献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我们这些 分散的这个国家和地方自治 要团结起来 要有统一的意志 所以他就在这个基础上 就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他通过了很久的这个谈判和斗争 还有这个思想意识的这个教育 比如他联邦文献一片根的争论 就是说为什么 要有强大的中央比较好 对不对 然后最后 最后解决这个问题 还要靠往里 就是南北战争 就是统一了这个北方和南方 结果这样美国他就统一了 所以说联邦文献里头 他的核心就是要中央集权 就是打造现代国家 他把有一些权利 比如说外交的权利 军队的权利 全部集中在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基本人权 国际的权利 就是都不给州政府统一起来 而且这两百年的历史 它就是越走 它就是越有高度的中央集权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中央政府 他对地方政府的干预 可以说是每一个到了每一个角落 就连你比如说你那个吃饭 那个食品要检索 你那个都要拜人抽查 这个我们现在叫垂直管理 其实就是这个事情 你哪里坏的 它都不是州政府的事情 联邦包团 联邦派人去监督 犯了法事联邦法 就是你那个卖那个烂牛肉啊 什么烂鸡蛋啊 什么吃病的人啊 进联邦监督 那这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中国呢 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走 我们传统上是封建国家 都是皇帝的 然后慢慢地进入了现代社会 人家发现了 原来这个乖还要以民为本 是吧 也要一点民主 结果是 特别是我们这个五四运动以后 这个西方的科学的民主 是想进入中国 就强调了人权和平等 所以呢 这个中央的权力呢 太多了以后 就慢慢放给地方 就是往地方 它有这个发展的情力 所以现在就成了这一杯水 它里头你看到是半杯 西方它是从分散的地方走上来 过去我们比如说 这可能正好下来 我们是从上方往下走 但是这个现实就是说 这里是半杯水 那有人说它这个杯子是一半满 有人说这个杯子是一半空 但是这个不要紧 如果你用科学的方法来说 你就是说 这个杯子里头 一共能够容多少CC的水 然后现在里头有多少 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你不用说它是东方的 还是西方的 你也不用说它是集权的 还是分权的 你就说它的集权和分权 用在这一个比例里头是正好的 这个就是说你就跳出了东方和西方 比较这种传统的意思 过去那个并不科学 它只不过是一种情感和一种方便性 那么现在这样你用科学的方法 又描述 它就很清楚了 那就说这个联邦主义 它不一定是分权的东西 它是主要是要集权 它是从分权走向集权 而我们是从传统的集权走向分权 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以帮助这个国家更好的管理 它的地方发展经济 那么这个联邦制以中央集权 它用什么方法来界定呢 就是第一套法理 就是它的联邦制里头的宪法 我举了这样的例子 就是这个宪法 它就是大家商讨了以后 就是说把一些权利归于这个中央 就是指定的权利 就是说我这个权利就是里头 它有几个东西 我大概来讲一下 就是里头的核心精神 这里不全 就是它就是两个核心的精神 就是一个联邦宪法 规定这个地方政府 不可作为 就是说不作为条款 就是它有一系列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政府 它明确地规定 比如说联邦宪法第十一款 第十节 明确规定任何州政府之间 不得定立条约 建立头目 或成立联合体 不得铸造钱 发放信用券 或者经营以外的任何形式 偿还在乎 或者呢 通过就事认识的方法 多多财产 改变合同责任 或者授予 从高仁义的这个法律 它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不能够印钱 你不能够搞联合体 这样它就不怕你跟中央奉听抗礼 就是说你这个小洞杂翻不了天 我明文规定这些事情你不能做 这个就是叫做不可贵 这个条款 它有好几个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不能做这条 不能做这条 是吧 不能养军队 不能宣战 等等 那么它另外还有一套 就是叫做互费 互费条款 就是说这个 那个是在那个联邦资金堂 我们看是在哪里 他给了一些权利 给这个州政府 比如说各州要互相承认 你看哈 第四款第一节 各州要互相承认 各自的政府法令条件 司法程序 国会也指定相关的法令 使各州的公众法令文件 和司法程序得到认可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州拿到了一个驾驶证 你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州行驶 这个就叫互费条例 你这个购买啊 或者你在这个州里注册一个公司 你可以在全国范围里 这个进行商业运作 你在这个里头的许可证 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的 你在这里犯了法 到那个时候 你也逃不掉 要被引渡 它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联合体 你看到吧 从分权到集权了 所以你跑不掉的 所以它这两种条款 就是说一个是你不行不行不行 它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这样 你必须要这样 这样它就把这个国家 就联合起来 这就是一套法令的环境 这样呢 剩下来的 这个联邦说你州 没有说你不能做 也没有说你能做了 这种模糊的地方 给谁呢 就是州政府 中国过去语言之话 叫一切权力归民会 它就说了 一切权力归州政府 除了联邦宪法上 明文规定的 就说不得作为法 和那个必须要的付费法 这是它的一套体制 这样它就把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的这个权力 界定的清清楚楚 就是中央集权的第一个目的 它就达到了 我看了好像没有掉了 这可能 我再用我的那个 我里头还有一个地罗法 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这里 可以看看 这个 你再考虑看 找不到我就 这个可能是拔的时候 拔那就 带着 这 这个 就是 丢死了 就是 就是 备份 就是 可以 看 没有 早上就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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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迷修盘给了 不行 我就给他讲 然后掉了 就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就放在这里 没有了 就这样 它这个奇数设计还是出现问题 你这个PPT只要你 没有把它关在就拔下来 中间掉了两块 我要讲的 这就是开头讲的就是联邦政府 联邦是里头的中央集权 那么它下面的一个呢 就是省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就是我第四个里头 我第四个里头有两个板块 一个就是狄龙法 一个是叫地方管理特许权 就这两个法 是界定这个州一级政府和它的市 县政府之间的关系 就是在美国它的地方政府 都包括它的州政府 这两个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就是说这个狄龙法 这个狄龙呢 它是美国一个大法官 就是它在这个1865年的时候 就南百战争结束的时候 它是这个伊安华州的一个大法官 在它那个时代 就是美国这个工业化的时代 就是发展的非常 城市发展的非常快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当城市迅速发展的时候 很多农民有入城市 寻找就业机会 但是它又得不到很好的安顿 城市道路也没有人来管 对不对 教育也很差 治安也很差 这个时候他们就提倡 新公共服务 叫城市服务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城市的很多法规又不明了 这个城市到底归谁管 城市的领导就说 地方自治 我们传统上历史上就是这样 我应该是最大的 但是那个州政府的官员就说 那你这地方是归我管的 就是联邦宪法上没有说清楚的权利 都归我 都归州政府 就是你仔细去看 美国的这个联邦宪法 他只界定了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 州以下的政府和州是什么关系 他没讲 一句话都没讲 所以说美国的地方政府 在美国的宪法内 是没有地位的 他也没有宪法地位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就要进行他的法律的创新 他要界定他的之间的关系 所以迪隆这个法官呢 他就碰到了这样的案例 就是人家就告上来了 在美国当时的整个的 比较风行的思想 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支持 叫地方自治 但是迪隆呢 他就是发现这个地方自治里头 城市自治里头 腐败太多 他当时有多乱 就是说地方政府什么法律都有 说有的城市自己禁止 不许任何动物上街 但是猪可以上街 当时跑 为什么呢 猪会吃垃圾 所以他是这个城市的清洁工作者 他就是什么东西都有 这时候迪隆呢 他自己就非常反对这个地方腐败 他就觉得权力不应该给地方 你看中国现在有这样的问题 据说那个地方政府啊 乡镇政府他欺压老百姓 所以呢 中央不能把权力给他要收益去 他当时就是这样 所以迪隆的思想呢 就是说权力要集中在省里头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判定 一个著名的案例 就是说 他说地方政府只有三种权力 第一就是州政府明明确确的告诉了 给你的这个权力 这是第一权力 第二个权力就是说 那些给你的权力里头隐含的 必然跟随的权力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没有讲清楚的 有正义的地方 你地方就没有权力 就归州政府 就是说一切权力归州政府 你这个就是儿子 他就是老子 地方政府呢 是州政府的创造 他要你这样就这样 他重新要划分你就重新划分你 他要怎么做 他就是 这就是狄龙法的基本结束 那美国现在有好多这个地方政府管 有不少 还是这样管的 就是当这个地方的治理能力不强的时候 他归州政府管 那么后来第二个呢 他叫什么呢 叫做地方管理科学圈 叫home rule 前面那个叫Dillons rule 叫D-I-L-L-L-N 第二个叫home rule home rule过去中国就把它翻成这个地方管理 把它翻成地方自治 那我觉得这个不准确 它不是完全的一个概念 所以还好这张没掉 所以你看得到什么是这个home rule 就是说home rule 它是一种州政府明确规定的 一种给地方管理的一种特许权 它这个特许权是分类的 不是一两制买卖 全部把这个权力无条件地给 它只给这个权力的一部分 比如说它一种它有四类 第一类就是关于地方政府结构设置 就是当你这个地方政府发展得很好 你条件了 你就向州政府申请 就是说我需要自己设计 我自己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结构 我要设几个这样的部门 几个这样的官员 他就把这个权力给他 其他的权力他没有给他 这是一种权力 那还有一种是关于地方政府权力功能的 就是说你可以在地方上管哪些事情 就是它要侯入我 但是我要你给我这个权力 我自己决定 我这个政府管哪些事情 不管哪些事情 管到多大的程度 第三个一个叫做财政分权 我们叫Fiscal Title 它就向州政府要求它的地方财权 就是要求地方有征税的权力 征某种税和使用某些税 决定税令来管 或者他借多少钱 这又是一个 那第四种是叫人事管理权 就是说我这种权力给我了 我就自己可以决定雇 什么样的人 决定那个工资水平 工会条例 基地谈判 所以美国各个地方政府 它的工资水平也不一样 而是它地方政府决定的 所以说它这个就叫做地方管理的特许权 它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就是说那个狄龙法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发现狄龙法太死了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地方政府都砍死了 而且又有一种新的腐败 为什么呢 那个狄龙法本来是 因为它成立了城市 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裁判法人 那么狄龙法就把这个权力就归了州政府 但是州政府它是这个 选举是按选区来选 所以每一个州广大的地区是农村 所以选入州议会的大多数是 我们所说的乡下的 就是农村里的这个选举官员 那么城里头的这些官员 都是有教育水平 数字比较好的 结果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管理水平比较低的 不懂城市事务的人 在州议会来管理城市事务 而且他们也有这个腐败现象 在从这种角度的格局来看来 就是州第一个 把那个城市的这个发展管的态势 第二个 他管理水平也不够 就是说他老是来干预 管得很细 管得又不好 所以呢 就有的州 他就开始申请地方管理特殊员 他说 这样我跟你签个合同 就是说把这些权力 这些事你就不要管得那么细 一个比较宽的 你就让我这些事我来管 就是他就从这样的就是叫 你给我这些权力 形成一个文件 长期的一个合约 就是说三年之内 五年之内 没有别的事你不动 这就叫做地方管理特殊权 这个权力拿了以后 就归我自己管 这样的地方就有很大的这个自主功能 他就比较活跃了 这个就叫做地方管理特殊权 那么他这两个权力加在一起呢 就是给了地方政府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 就是一张一尺 他那个前张那个把你卡死了 那卡到后来呢 他又给你一些权力 用法力的形式 这样的话呢 他配合起来 就是有条件的管理水平比较高的那个地方政府 他就向州政府申请这个权力 他就可以比较长的时间来对他这个地方 用他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人才 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进行管理 那不行的 他之后就不给他这个权力 所以他这样呢 他的管理他就比较活跃和分散 那这样是这样的他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他就形成了 这个就是讲讲这个中国政府呢 我们在这个改革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第一个 我们这个边界不清楚 边界不清楚 就是他是一束后的地方的手脚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借鉴他的这些东西 那么地方的活跃程度就可以高 但是他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的未来 产生这个影响 那么他这里头也有好几个这样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一个是叫新农村的概念 一个是叫城邦国的概念 还有一个是叫大城区的概念 或者还有是别的什么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组织形式 他未来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 然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那个中央奉权 所以我这个讲的就是没有讲的太多 就是基本上就是介绍这三个法律 第一个中央和中央的法律 那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他是这一张一纸 他界定了这样的法律条件以后 他这个美国地方政府 他有很多很多这个地方政府 那么他个人就会根据自己的条件 用不同的方式对地方进行管理 造福一遇 中国人他现在还在搞那个大一统 中央的一个政策 这个我到了好多不同的地方 我在浙江的时候 我们下去看 那个地方政府就说 那中央现在颁布了这个法律 要我们这样做这样做 那其实我们五年前就这样做了 如果现在再叫我们这样做 这就太落后了 但是你要是到了一些西北北 北方这些什么事 他就说这个法律 对我们来说太超前了 他说我们五年十年以后还做不到 他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么大 这个地区差异这么大 但是他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管 他就管不好 而这个美国他用这样的方法 他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就有根据他这个不同的地方 这个地方治理环境的调整 就是进行翻译 所以我这个就 就提出来的一个这个基本的可话 就是或者说思想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需要地方政府真正的创新 你要为分权划底线 为创新设边界 你法律环境建设好了以后 他们才会有很大的能力 可以施展出来 而且这个各个地方政府 它可以是很大的不同的誓言基地 互相学习 互相激励和互相竞争 我现在我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基本这个思路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感觉创新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从国家创新系统而言 它可能会有知识创新 基础创新和制度创新 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数字 主要是指定的制度创新 然后还有您刚才讲这个政府创新的时候 您认为它主要的这个瓶颈是在于 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沟通好 请教一下您就除了这个 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些障碍 或者说至少它在政府创新的时候 不如直接创新那么自然流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给创新设边界 您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无边界管理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向你学习 现在无边界管理是 是叫那个Signless Management 是这个应用叫部门之间的无边界管理 是这个概念 好的那流程 对它那个是叫Signless Management 就是说各个部门在一个城市里头 它各个部门到一起办公 或者设立一个叫做一站式服务 是这个 好 我来看看 我要是这个记得回答你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创新这个概念 它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它这个为什么要需要创新 它这个是也跟这个社会发展 这个有一些关系的 就是当我们有了很多这个技术创新 开始肯定是技术创新 和科学 因为科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创新过程 每一次新的科学的发现 就是一次新的办事的转换 这个你比如说是从那个牛顿的力学到爱因斯兰的量子力学 它就是一个飞跃 那么你说从那个原来那个托勒密的这个叫做地心说 到那个后来的这个日心说 它也是一个转换 所以这个科学它永远是在进化身处 这是一种创新 但这种创新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后果 就是科学创新以后 那么它就是大大的激发了这个科学 它是一种生产力 因为可以去很少的人口 过去呢每个人都要拼命工作 所以每个人都有价值 工作了以后养自己或者养的人 这有多一点点拿来养的人 现在呢就是说有了科学以后 机器生产流程或者是农业 它用很少的百分之二十几的人 农业工业全管了 所以市场没有了 大多数人也没饭 谁没有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它才提出来这个 不但是这个工艺创新提高生产力 也还要产品创新 扩大市场 就是提高需求 它这个就是后来也说的 还有国家之间也开始竞争 国家竞争力竞争 然后到后来这个 但是它这些创新它还是要靠制 就是为什么就比如说中国 这种封建制度的 也有很多科学创新 它的科学创新没有变成生产力 而且它创新也不够 但有的后来的这个现代国家 它就是有创新 而且创新也很容易变成生产力 所以这个就是说制度创新 它实际上是以这个 竞争创新和科学创新的一个保障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 政府的创新 它就是一个制度创新 像我们过去中国 就是说有很多思想 但是为什么它行不成这个生产力 行不成发展 那么它就是因为它这个制度的曲线 它把所有的创新能力 在这个内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 都被消灭了 那就是叫一淘汰制度 就是你这个创新的人慢慢都被推出去了 最后到后来就是比较这个保守 不太创新的 或者很少的创新的人集聚在一起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 我可以说就是这个就是制度创新 那么制度创新的瓶颈因素 它还是有难的 这个瓶颈因素 一个是人的这个心理的惯性 对过去的一种依赖 人家有叫思维定势 本来这个思维方式不容易转变 很难很难的 这个也是一个瓶颈 还有这个制度因素 还有传统的制度因素 所以为什么说你这个创新是很难的 创新就是科普主义 便利 而且在创新的过程中 人家都会说你这个人是傻子 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如果他成功了 他就是天才 他不成功 他就是傻子 那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大家都说这个人你要命把他傻子 结果他发现好吃了 结果他还是delicates 那么第一个玩电脑的人 人家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前途 最后他竟然比如说成了这个全世界的产品 还有那个把那个音乐这个ipod 他把那个音乐就是不要钱的就是都聚集起来 然后放在网上给大家享用 他说这个你能挣什么钱啊 这是傻子 他们当时就骂他是傻子 结果他就成了这个百万筒 为什么 他放了音乐以后 他里头还做广告啊什么的 让人家过来点击 你点击一下他收费 所以说这个都是一个创新 他成功了 他就是一个天才 所以这个创新是有主力 为什么我就说东西方皆然 这个人他是这个文化动物和群体动物 他要用这种比较固定的行为方式 可预测的行为方式来进行协作 这个叫trust 但这东西一旦形成了以后 又很难突破 所以说这是你的那个叫做第二个问题 你第三个是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那个给创新设那个边界 然后现在我们在讲那个边界管理 那这个是两回事 就是两回事 就是说那个现在的无边界管理 就是说在这个对公民服务的过程中 你不要按那个传统的这个官僚和科产机构 就是说我是比如说是管那个人的这个福利的 那个人是管医疗保险的 比如说这个人是管户口的 然后我比如到你市政府来办公 中国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要跑三四个部门 就我一个人都是我的问题 你在这里自己给我解决好 你就是一个市政府 但是你要害得我跑个三个五个十几个部门 所以这个呢你就叫无边界管理 就是说你如果来了 既然是你城市的功能 你管理制度里头协调好 就是你按人 这个就像你做那个数据库一样的 你做数据库 你一定要按事情 来分它的那个叫做这个那个table 就是那个数据的原始等 那你就要搞好几个 但是如果你是工作设计流程中 你是以人来为重要的一个identity 就是它的这个个体 你把它一调出来 所有有关它的资料 它的健康问题 对不对 它的户口注射问题 它的婚姻问题 全在这里 你一次就可以做 所以这是一种关系 那我说的这个为创新设定 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政府 它为什么不创新没有出入 我举个例子给你 就中国的地方政府 现在可以说有点前鱼即全 就是它做事做的拼命发展 做多了又不好 就是做多了又超 等一下哪一个领导不高兴一下就把它撤了 但是它不做又不行 人人都在做你就不做 然后它用什么方法做 现在也没有定论 那比如说那个 你看那个广东的地方政府 它一靠这是外援 它在这个地方 它说都是外托的人把钱收进来 那这样它做 做到一定的时候 人家钱不进来了 那它就死了 或者是来的人 它要带来很多这种 莫名其妙的要求 那东莞这一代 它就自好满足它 不管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它为了发展经济 它这是一种模式 那么你还有这个 江苏它这个模式 江苏这个模式 它是集体主义的模式 就是看起来这个社会很富 工业也很好 但是它那个老百姓和干预并不富 这个时候就包括那个 它有一个叫江英 那个吴仁宝这个地方 你去看 它可以说它这个地方就是很富足 但是他们也有人说 它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 当它这一个土皇帝不在了以后 不知道后来会有什么事情 它管得很死 这老百姓不是每个人都在创新 它只不过是一个 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机遇 发了一笔财 靠着这个基础 然后还继续在这里 它未来的创新它并不强 它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不够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浙江的创新 浙江创新人家过去叫温州模式 那温州模式它是内生的 就是按道理来讲 这个内生性的创新有可持续性 但是它又碰到了这个强烈的 这个全球化的挑战 所以温州现在一直衰败下去了 就是说它还有钱还在发 但是地方的这个内生的这个税数 也就不多 它能干的人 全国全世界乱跑 所以说它自己又不行了 所以说这中国这三种模式 它的可持续性都不在 就是说你如何再创新 你要有新的出路 必须要创新 但是创新呢 你边界也没有设清楚 你就是一个唐僧啊 就拿了一个紧箍筑 那我要是孙文空也不想干 为什么孙文空会迟迟跑和花果山呢 就是说你给我个道道 你得让我做点事情 妖怪都不让打 我还跟你干嘛 这地方支付也是 你不让我发展经济 不让我做事 那我干什么 那一天到晚 那就把一些公款拿来喝酒了 赌博了 是不是 所以说 你如果这个 就是我们的制度环境来不够 如果现在要做这样的建设 那么我觉得地方支付 它创新的空间就会流出来了 这样的话 它们就会有新的发展 我们讲的是这个事情 来 对 就是我觉得今天晚上讲课非常精彩 然后注意这些 但是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呢 是关于您一上午的讲课的一个内容 就是关于理性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 我读过那个 埃子仁教授的一句话 就是关于那个经济学讲课的一个 经济学员理性讲课的一个 好项目的解释 他就说那个 那些生存下来的行为模式 好像都是理性的 这句话就是让我对那个理性的话 我觉得感到那种理性的前途感到有一些悲哀 就很悲观的一种感觉 因为除了他对那个理性的有解释之外 如果我们真的放眼去看一下现实社会 现实世界当中的那些 我们在学术上认为是理性的一些行为 他们可能他们的当事人在做出这些抉择的时候 并不都是理性的 只是结果让他们显示的非常的理性 这也就是那个埃子仁教授的 理性的讲说 所以那个 当我们在理性的 自然而为理性的思考的同时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结果的那些 成功的那些关键 就往往是来自于一些非理性的一些因素 或者是来自于自然的 社会上的那些偶尔的因素 所以这是我觉得 那个 对理性的前途感到悲观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那个 王迪斌教授在那里 谈到那个制度经济学的时候 就提出他对那个 涉及到人 社会的 理性或理性 应该从四个角度来分析 就是一个角度就是物的角度 第二个角度是从 那个人的智的角度 我觉得 对理性来说 我的理解就是 在这个智的角度 然后他讲的第三个角度就是 精神的角度 我觉得理性的话 如果是 我的理解就是在 物的角度 就是在物 能够完全 能够 它的规律能够完全掌握的时候 我们人能够 根据外界的信息 能够推导出一个 按照规律来说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结论 就来一个比方的话 就相当于计算机 物的角度的话 就是那个计算机的数据 我们能够从世界 从自然当中 获取所有的 关于 那个自然规律的数据 然后通过 那个 制的维度 也就是计算机 通过CPU 进行计算 然后得出一个 非常准确的结论 如果 如果人具有这种 CPU的那种功能 能够像 CPU一样准确的 去计算 这些结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一种 完全理性 但是 对于这种 完全理性 这三个维度来说 都对它进行的 用够 首先从那个 物的角度来说的话 不可能说 所有的 物的 然后 这个角度的话 我们也没有 我们人的 智商也不能够去 完全去做出 一样的 几个角度 然后从今天那种 的话 我就跟国面说 完全理性 那这样吧 我这样回答 就是第一个 就是你这个 你在希望追求 这个完全的理性 这个呢 可能是 一个比较困难的 就是 那个 有一个 美国那个学者 公文管理学者 他叫古利克 他活到99岁 他173点 他在那个时候 他写了 一篇文章 就是回顾他 一个世纪以来 这个管理史上 他说 我们呢 都在追求 用科学的方法 管理人 这个当时 他说 他是叫 原来 这个就是 1939年 就是他写的 那个叫做 《科学管理方法》这个书 他说 结果我们发现 人呢 他是最难管的一个动物 他是非常多变的 他用的字叫 Capricious 就是说 他又是理性的动物 但是他往往 有非理性的一面 就是说 一方面就是说 他在理性的方面 他会这个思考 精益去算 追求利益 是吧 利益极大化 但是他有非理性的一方面 他比如说 他又可以为了 你说他理性的方面 他可以为了利益去倾夺 是吧 他就是说为了容易去竞争 但是他有非理性的一面 他可以为了爱情去牺牲 就是说那死了 那爱情还有什么意思 他就是非理性的一面 他说的人呢 他有这种多变的特性 所以使这个管理科学 变得非常的困难 和富裕挑战性 那么但是管理科学 它的基础就是理性 就是为什么 就是人类 他就是 他是感情动物 他同时又是理性动物 自从他生下来的第一天起 他就没有放弃过 用理性来控制环境 来达到他自己生存的目的 你像连婴儿 他都饿了 他就会哇哇的哭 他也会看大人的眼色 他就知道哪一个人 为什么 有的说妈妈好 有的说爸爸好 这个就是说 他知道谁对他很重要 他这就是一种理性 他不是 所以说在理性 又不能否定理性 就是说他虽然 理性不是百分之百 和完全的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看 这个人类的科学成就 如果你不用理性 你没有现代科学 你能有这么舒适的教师吗 你有这样的这个 科学技术吗 你能够飞上天 对不对 你特别最大的震撼就是 我就去看 每次在飞机场 那一排一排巨大的航天器 就往天上跑 这个不是科学技术的结果 所以说没有人类的理性 你今天这么丰富的物质生活 是不肯抵达到的 但是说因为已经有了这个丰富的物质生活 你就认为科学是完美的 就是说完全理性的 这也错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这个人是不断的在运用理性控制环境 而且非常成功 这就是理性的价值和科学的价值 但是你唯科学人 否定人的存在 那你就是不科学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不科学 一个就是 就是科学的不科学 你看起来 经济学里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说他就是学习了科学的方法 他了解了科学的力量 但是呢 他又去追求那科学里头的完美 就是把人的这种需求极大化 这样 但是他追求不到 就是说他追求的是一个他永远追求不到的方式 所以他认识他这个最大的错误 那么管理科学呢 就是说你要了解 他有人有理性的一边和重要的一边 但是你也要知道他有非理性的一边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而经济学那个科学 是科学的不科学 而管理科学的这个科学 是不科学的科学 就看起来不科学 实质上科学 他真正的了解的人 这个理性和非理性的方式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那您或设计到您的进步的话 都是对象 都是自然界 或者是嗅觉 或者是物理 就是在设计到那个经济 或者管理的时候 就设计到那种人的精神维度 在于有精神维度的存在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在那种绝对理性 但是我就是想起来一个问题 就是在经济 在管理这方面 设计到人的精神维度的时候 我们的理性研究能够走多远 对管理或者是对经济的体制 能够达到多么准确的结果 你追求的不是准确 你追求的是结果 所以这个目标就设创 就是说它开始的时候 经济学它就追求完美和精确 这是工具论 但是管理科学它是目标论 它追求的是最后这个人 他是不是高兴 他是不是满意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不是说经济学就是说越多越好 就是我拿钱把你堆起来 但是管理科学是说 钱多了他也不高兴 那你要让他高兴 所以说他追求的一个是工具的性质 一个是目标的性质 它两个是不同的 就是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必须要有好的工具 往往人们用工具替代了目标 这个叫goal displacement 这个错误的性质量 我觉得很快 男老师 有一个问题 这个 因为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感兴趣 就是在这里面讲到 其实地方中央这种 和地方这种温泉的时候 我们通常讲的一个原则 叫一级四权一级裁权 就是这种话 但是在我们这里面呢 现在我们从93年分析之后 实际上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整个的税收资源比较多的 其中于中央 然后在这个中央集中的因素 多的时候在做分配的时候呢 它这个 我们也有分工 但是实际上地方的这种试本 它不是一个对应的试权 实际上我说地方政府 它是无限政府 或者无限责任的 所以安全生产计划是一句菜篮 全是要你地方行政资产责任 所以这里面可以 从行政的分工上来讲 值得分工来讲 它实际上是一个无限责任 但是从经济资源上来讲的话 只保理运转 所以你要要一点东西 你必须要要 所以我认为这是 造成整个国家这种 运行方式 是地方必须为了 才会去换 所以在这里面就想请教 难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 它这种分盘的体制里面 分盘体制里面 例如它宽敌这种 试权和财产的划分里面 它有没有理解 我有没有底线 或者我有没有什么随着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 转移之后的话 一年成千上万亿的资金 是靠中央政府来分配的 那个证明我认为 这个是男性最大的一个东西 我曾经考虑一个东西 就是说 例如说我们可不可以 说定性 这个转移政府可以是可以的 但是我可以根据你的国土面积 根据你的人口 来做这种运行的划分 他这样 你这个问题是提的很好 就是很实际 签客实际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分税制没有当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其实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责权相配 那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你有这个责任 但是没有给你这个权 这就是中央和地方分税不合理的地方 这个其实早年他们在90年搞完 这个分税改革的时候 我还参加写的东西呢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分税改革会成功 但是结果呢 他们就走了一半 就现在有人开始批评分税制 我说不是分税制的问题 你有搞错 因为分税制呢 它就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和分责的一个方法 但是你的基础 分税制的基础 是要先责任分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 根据这个责任 谁拿不同的这个财权 但是我们那个责任就没有分 但是先把钱分了 分完了以后 就希望你再走一步 把责任分清楚 但我们第二步就没有走 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中央集财的问题 那钱拿了以后 下面一步呢 他们又走完 就像这个工具很好 但是拿来了以后 你没有好好用 所以现在说是分税制问题 它不是的 中国它现在这个 其实分税制的问题 已经很清楚 就说中国呢 在西方这个国家 这个美国这个中央政府啊 也是拿大头 也是中央集权 也是中央集权 但是呢 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财政依赖 是平均是百分之二十 就是说它百分之八十的 这个地方政府用途的这个财源啊 是在本地解决的 它财产税 比如说这个地方政府呢 是房产和土地税 但我们中国这个缺项 它还在闹 然后中政府呢 主要依靠的是销售税 而联邦政府主要依靠的是个人所得税 再就是联邦拿了大头 拿了大头以后呢 这每个州百分之八十 全部可以规划好 做什么什么事情 还差百分之二十 这百分之二十呢 基本上呢 中央政府就是 它都是一二码 就是写好哪些功能 比如说教育功能 卫生服务功能 这笔钱还有福利三大款项 基本上知道要来了 但是就是说你不给我 我就差百分之二十 而且我知道你必须要给我 法定的你要给我 就是真正不知道的 就是我每次为某些事情 申请的那些小钱 但是中国现在呢 能达到这个标准呢 是广东省 浙江省 江苏省 上海 就只有这几个地方 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二的依赖 北京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依赖 北京市 所以政府 但是大多数别的地方 像欣赏是百分之九十 还有青海是百分之八十 平均是百分之四四四点五 就是说这个分权就 财政这个税收就不合理 就是说地方政府 对中央政府的依赖过大 就是你中央政府累死了 你还得好好分这笔钱 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就是说 这么大的依赖 它也没有好好想好怎么分 这个钱拿上去了以后半天下到的 而且还有那个领导手上 手批的那个款项太大 就是对这个基金发展有很大的错 所以这个呢 它就是没有做好 但是它这里也有一个具体的困难 就是我还特意去看过它的税收结构 就是中国啊 它不管是中央省还是地方政府 都是到一个篮子里卡基带 就是说最大的就是那个企业税 就是中央里头拿了一部分企业税 地方政府拿了企业税 但是因为没有财产税 所以这个税收结构啊 它就使得它做起来很困难 所以说大家都是一个地方 所以说一个基拉利厂子干 一个基拉利生物 所以说中国第一步 它要改善 变它的整个税收结构 和税收环境 那比如说土地 它可以从土地税归纳了 现在是相关的 也是靠近的 但是就是 潮起好多没有规矩的 但实际上它是可以规矩起来的 这样的话它分造实在 就过去有一次打 然后合理地进行税收分配 再第三个就是那个合理的 和迅速的 和这个叫规范化的 这个转移制度 那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 就是说它是分税改革不到位 不完善 税收制度环境就够不合理造成的 而不是分税制这个次度不起造成的问题 你还请下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这里你讲了一个地方政府的竞争问题 就在一个中央群权的体制下 然后地方政府的竞争是有竞争的 但是这里面就是说 这个地方政府的竞争实际上是 与支援的流动有关系 就是如果把支援为流动的话 你竞争也没有用 是吧 因为我不能吸引支援过来 所以在这里面 你觉得底波特的逻辑里面 它其实就讲到 你觉得人它可以选择公共做好的地方 我去做流动 那这里面就是说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 资源流动的话 地方政府它因为竞争而产生的创新 而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来 里面因为资源流动 尤其是这个人力资本 它是不能流动的 不能很少流动的 因此这种 就是说地方政府 你怎么做的话 实际上可能只看上面 看不看什么问题 它不管是居民对它的这种反强 所以我就叫蓝老请你 就稍微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它这个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人才的流通 它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水平高的标志 就是说人才可以自由流通 那就说明你这个人才 它到最能够发挥它能力的地方去 这样它人尽其才以后 物尽其用的时候 你的整体经济才能发挥 你要把它窝死了 过去都有 这个都有 比如说你是说 划中一条虫 出去一条龙 有的话对外面 就是你关在这里 全是高级知识的窝里洞 弄得你死我活的 你一放出去 墙面一个一个人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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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你没有让它成长壮大 和发挥能力的环境 所以你要是从这个角度 那地方政府 它第二个 它就是要有竞争 有环境 有竞争 要有差异 而且这个人才流通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你还是管理能力问题 这就是还是 如果你是个唐僧 你这个人才在你这里又管不好 怕了又跑了又怕了 跑掉了 你这里到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整个的国家制度设计的很好 你鼓励人才流通 让他这个人进行 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这个管理的这个边界 你可以在什么样的层次流通 而且美国的地方政府 它这个互相竞争强 人才流通 资源流通都好 那不要紧 比如说先这几年先发展广东 到了完了以后 它那个别的地方 它发现这里地又便宜 这美国就是这样 它先发展的是这个 那这这十几年 全部是它们叫孔雀南归 它都往下走 这里地便宜 所以这高科技公司 那人才一句话就来了 高市 高市 马上就建立场吧 地便宜 人工便宜 它自然就移 为什么现在中国成了世界的这个制造厂 就是中国又有高技术的这个人才 这个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教育 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便宜 像你们这些人如果到美国 你们工资就翻十倍 所以说为什么比尔盖茨要跑到中国来 他发现中国如此优秀的人才 只要花十分之一以下的工资 就能把他们搞定 他还拼着命给你工作 高兴得不得了 你大批的去看 就是叫做高管 公司的高管 他拿的是美国十分之一 或者有的可能拿到一半 所以说这个他就不要紧 他就流通下来 所以在中国 我记得这以前讲的 中国就管得这么死 中央老来调控 分配 平均 结果中国这个平复悬数字很大 这广东和那个青海比是22倍 我为这个专门去看了美国 美国是1.8倍 最有钱的Connected 和最穷的密西西比 差1.8倍 他差十分多 就是说他自由流通了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了 他慢慢的就水往低处流一下 他经过这个竞争 他反而没有这个苹果差距 或者是苹果差距比较小 绝对没有这个 绝对没有差距是不可能的 那个路易斯安的那个地方 就是平均库 那我去过 那个卡特里纳城 那黑压压的一片 你往街上一走 那些全是邪人 都拿社会福利的 全是黑的 眼睛就瞪着你 就好像来了一个外面 高兴得不得了 就嫉妒得不得了 这是他一辈子中的 这一天里头最大的一件事情 要不然他就没事了 在那里喝酒 所以说他们才会有很多别的问题 我就这样 看看谁还有 那我们请加一个问题 蓝大斯刚才谈到 就是地方政府 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 中国的这边啊 广东啊 和内地 内地好像依赖性比较大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中央政府呢 这一方面的再生配 但是我们初期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国家啊 通过游戏推特的改变 包括920建市场经济 打破行政地区的边界 也给早期发生交往的那一代 打开了市场 那旁边有一个东西 导致的那一代的政府 它可以转家成 就是东莞 估计人口一百多万 打工人口加在一起 人口是两千多万 深圳人口也是两百万 人口也是两千万 这些劳动地的这些打工 就是写汉工厂 它是不买的 但这些人最后 回去的时候 才到地方政府去求 尼森在这里也没交 师傅保证 地方政府哪有钱呢 他必然倒是地方政府 内地一起打工 洛克森对中央政府 依赖性很强 广东也有第一些 我们国家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有好多 要抽携就不更新 下一步他再一定要这些政策 进一步 你这里提到的是一个社会保障 我得起 你当时说那个税收 分税 地方政府才能对中央依赖性 这项子也比一些 内部要高一些 你提的是对的 就是说这个在分税的过程中 为什么中央拿的大头 这个是的 但是实际上你要解决的 你想解决的是一个社会保障 就是说中央在税收的过 这个在西方 它这20%的依赖 靠的就是这个钱 就是我在国立的时候 也有一些地方说 我来搞一个某某省的社会保障 或者是某某县的社会保障 这个概念完全是错 或者某某单位的社会保障 什么叫社会保障 在现代社会里头 这个社会保障的目标 它是保险 这保险呢 它不是 第一个它不是政治的概念 不是说我把这个钱放在这儿 然后五年十年以后 它可以有百分之十几 二十几百分之百分之回报 我挣钱了 保险是什么呢 就是说防患于未然 就是像人家就是说 在这个有钱的时候 你买一个金戒石 买一个大的金箱链钻石 但是在危急的时候 你这一个金戒石 价值连城的金戒石 可能就换一碗饭石 就换一个苹果 这是救命的钱 实际上它这个是保险的概念 就是这个从古到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说它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底盘 是要越大越好 所以说你这个所有的人 就是在国家制度下 在有钱的时候 每人拿一点点出来 就那个有危机的人 或者说你这个 在这个 如果你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发展 是以国家为单元 而不是为城市为单元 它是最大的锦盘 你富足的地方 你拿一点钱来 回中央政府管 这样的到中央政府 发挥钱的时候 它就不在乎你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它就鼓励人才流通 你现在人才流通不了 因为你的税收贡献在这里 你就可以跑到那里 比如说回去了 你税收贡献没有 它是养不了人 这本来是 你说的完全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这个社会保障税 在美国 叫social security tax 是国家收门的 它国家直接对个人收 收的就在国家 你在全国当中 你到处跑 不要紧带 到你该聚修的时候 还是我国家的富裕 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人才流通问题也解决了 依赖性也解决了 那么现在的地方政府 对中央的依赖 美国对 美国中央政府的三大支出 第一个是社会保障 这个健康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社会公正 还有一个是国防 还有一个教育 国防 和医疗社会保障 它是放在一起的 它就是干这个事 除了这个事情 什么东西要你中央政府管 你对地方的情怀不了解 经济发展的情怀不了解 只要你管 让地方关于管不是更好啊 它是这个 所以说它确实有依赖 但是中国它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特别是像这个贫穷的国家 你抵犯太大就好 但它现在保障里面有一点错 它受那个有一批 一批经济学 小批经济学家的影响 我这个倒可以给你讲个故事 就是美国有两个搞社会保障的 一个是叫Harry Aaron 是那个布鲁金斯的一个 资深的这个经济学家 搞社会保障 还有一个这个叫做Martin Felstein 这是有名有姓的人 这个人是里根的那个经济顾问 哈佛大学的教授 这牌子大王 这叫美国经济研究所所长 他们两个人有一个争论 但是我在查 这个Fellstein 这个里根的顾问 他就是比较强调私有化 他就说社会保障 他这个一定要个人管 就是 他说因为根据他的分析和研究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他说这个这个钱贵私人馆的时候 他的回报率是年平均12% 他说这个好吧 一听你当然很受幸福啊 大败的学者 那应该这个社会保障私有化 但是这个Harry Aaron 他就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美国的这个在过去三十年的 总体积极增长率是百分之三 平均每年百分之三 他说如果有一部分人能够拿到百分之十二的这个回报 那肯定有人是亏钱的 那就是有人他肯定是亏了钱 那么这笔亏了钱的人到退休的时候 他还是要退休 那怎么办呢 你国家还是要 这钱哪里来 所以说如果你真正的社会保障 就是说你存下来 你存下来的这个社会保障增长率 平均能够有百分之三 就是跟你的增长率同富 这就是最好的社会保障 这个到时候国家就拿 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你用别的钱去挣钱 就是说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叫黄金定利啊 这个就黄金分割 后来这个这个 这古希腊剧 后来钱学生专门写这个 就是三分之一 就是说美国的社会保障 扣下来的社会保障 它是管你退休以后的三分之一 这是吃饭的钱 比如说你一家就拿两千个元 这两千个元呢 如果你住房解决 吃饭生活是可以的 你付不到哪里去 但是如果你自己再有钱 退休期 比如说你在三分之一 然后你自己再存钱 或者外头去弄回报率 你去投去倒马都可以 你就可以拿百分之十二百分之二十 那有的人你就亏都没有了 也就算了 你这个还有百分 国家给你管真的三分之一 让你吃饭 就国家就不会乱 就是说你能挣钱的就挣钱 想亏的就亏 就是随你 但是你全部都给自己了 那真的有人他就亏的 这个就是连图子都没有穿 你们办理也是 那怎么办国家表还要管 所以说这两个人的争论 这我就是很清楚地认为 这个Aaron Harris对的 他是讲的是救命的钱 这个不是发财的钱 那个冒险发财的钱 你用另外三分之一去做 这样你不会影响和违反设备 你亏的是一个人 他这样的没有 那我也想你提一下 首先就是说 关于对中国意识的判断 你刚才就讲了 就是说中国在清末以后 为什么就是说 升到小日本 小日本在那里打 你去讲了 一个政府就是说 他是一个真相地权 那实际上我看了一些不调 那么实际上 在这一家时期 他那种东南极权的比较弱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要说 这个相关的就是 像在西方学校 学者比较著 比较著名的就是 吉登斯 他认为 从这种传统的奴业生存 向现代的奴业生存 转变的话 他使他认为 这种国家发展 一种就是传统国家 传统就是一种封建制 也就是说 有边存 没有边界 那么再就是 绝对属于国家 那么绝对属于国家 它实际上 就打破了 传统的那种地方政权 就是一种中央集权 那么 经济了 这个变成之后 就是一种 现在的就是 一种能行使 这一种就是一种 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之后 就有分权 就有这一种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从中央地址发展 有个学者叫 王宇宇 他就把这种例子来 来解释 他认为 在中国传统的 那种中央集权 虽然有一个中央政治 但是这个中央政治 它是皇权不下限的 他们的基层的话 尽管 他没有政治 但是他相对是 一种自治的 那么就说 像自从民国以后 那就是一种 皇权下限 都是一种 就是国家分权的形式 那么这个实际上 就是大 和这个原来的 这种自治的地方 让国家政权分立下去 他也就以为 这一文是这样一种文量 才促使了 一种现代化的更转 那么就说 我在这种问题 就是说 那在这个 中央和地方 分权或者是 台中央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场景 那么在不同的国家的话 他可能他面临着 温情出现 比如说 现在一些没有同意的 这个内心是 没有建立起来的 他可能是一种政权 而不是一种政权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他在西方 你刚才讲到这里 就是说这个底线 这个边界的话 整个来画 对 因为按照像哈温克的 哈温克的 哈温克的 他将整个发展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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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比如说 中国我们 谁来设定边界 我们设定这个边界 这个我从后的 就是中央政府 来设定边界 中央政府的设定边界 就是说 它叫做 不作为条款 这个东西不能做 这个就是底线 我没有讲的 那你就可以做 对不对 他把底线 那边就是这个 下来 你说这个 中国这个 传统问题 这个 这个倒是有 你的这个道理 我也不反对 但是中国的 对地方的这个管理 它从来都不是 非常完整的 就是说 中国它的意识形态上 就是说 虎天自家莫非王族 它就是中央自权 但是问题 它管理能力不够 所以另一句话 叫天高皇帝远 明少相公多 是不是 没关系 所以说它真正的 这个地方管理 还是地方的那个绅士 在进行管理 所以说 一个是 它的理念 是传统 是这样 大家都认可的 老百姓也接受了 这种价值过程 还有一个是 它的实际操作 它实际操作之所以是这样 是因为它的管理能力不够 所以你的发展的厚度 叫State Building 实际上是加强 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那么第二位 你提到这个 法国和美国不一样 我就是在 我们做那个 组织理论研究 就是我们很注意 这个组织的大小 就是我就是说 这个法国和美国比 或者说是 拿新加坡 香港和中国比 我觉得它没有可比小 就是它在小的 这个组织上 这个行为上 它有可比小 但是在国家制度的设计 和管理方法上 它没有可比小 这个大小 永远是一个 有意义的变量 就是人就说了 这个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就是这一句很朴实的话 就完全解释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用管理法国 英国 这个香港 新加坡的方法 台湾的方法 来管理中国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 除了你中国 可以有一套制度 就是说 它可以把它分成 每一个小小的相关 让他们复权进行 就好像还乐了一个 他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在不同的国家 它发展不是一样 它的问题 意识不一样 那对 那肯定不一样 这个倒是我对中国 这个工夫理论界 学习国外的一个批评 有时候 它都要学最新的东西 但实际上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国外一百年前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其实把它过去的 那套东西拿来 倒正好给我们用 但是你不要动 它最新的东西 比如说 它这个后现代 它已经高度发达的 工业社会的后现代 那你一看 这个东西还要学什么 我两千年前有了 两千年前有的是一套概念 但是你没有这种技术 而且你拿来两边都不着天地 倒是 这个就是发展阶段 和它的这个学习过程 这个我倒是 还有一个 还七六个条 哈哈 那我请您好 等一下 再说 你一家说 你能不能跟你一起 投资问题 就 投资为什么 从南加学的时候 变成就是小国家 形成的大国家 然后 中国为什么 从 长一时间 然后 然后经过这么长时间 继续继续继续 怎么样 我看了 我看了 这种文化的 人生长点 把他拿全力分下去 然后 带着我把全力分下去 进行 有效的 呃 有效的 很大 但是 目前在中国 有一个这样的建筑 是 在国际中求发 然后是 开玩有效的 激励 别锁 还有建筑金人 所以 下面一看 如果要实行 这个改革的话 实际上在 政治制度 还有法律上面 现代 现代方面的改革 来说 中国的政治 以及 这个 这个地方的 虽然政府 是怀疑来的 谢谢 他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 你那个问题 我倒是没有研究过 甚至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是大一统 而欧洲没有大一统 他实际上 欧洲 那个 封建豪强的 征服 也发生的很早 比如说 那个 罗马帝国 当时也是涵盖很大的地方 然后还有那个 亚里斯 阿里克萨德 这个Grid 比如说希腊一直打到 这个小样西亚 但是他就没有维护住 他有这个 很多这个不同的 这个宗教流派 所以说 他为什么没有统一 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个 这个当时我呢 希望你去研究来告诉我 这个 我没有研究这个欧洲历史 你当提的很好 我以后来注意了 但是你说的这个 第二个是个什么 我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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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的改革的话 第一个 对 我也想想想 就是说 现在中国的改革呢 它是这样 就是说 有的人说 就是说 一定要这个兵马卫动 粮草先行 叫经济先发展 现在有一种提法 就是说 它第一步是经济改革 第二步是社会政策改革 第三步才是政治改革 它为什么呢 就第一步经济改革 先解决吃饭问题 这个就是说 这个 在这个 传统上 其实中国也是很丰富的 农业社会 但是到了现在工业社会 它都没有进行创新和工业革命 所以它生产力上不去 所以你先搞这个工业改革 虽然 你就是不能发挥到旗帜 也制度不好 但是 总能解决吃饭问题 这个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说 这个社会贫富悬舍问题 和教育问题 所以它现在就讲这个叫社会改革 政治改革呢 就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但是实际上 不管东方和西方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政治呢 它经常是要掌握在最优秀的人手上 你这一批人 你可以叫他是大资本家 可以叫他是土豪列生和地主 也可以叫他是优秀的无产阶级知识 或者是优秀的自产阶级知识 也可以叫他共产党 这个可能有人说过了 那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 就是他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这些人才有的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 对不对 你看周恩来 毛泽东 更小的哪个家里都是有家 他就是人才 所以管你叫什么 其实无所谓的 就是说他是不是这一群人里头 最优秀的 粗类麻粹的 有影响力的人 能够团结在一起 就是形成一种势力 这个就叫政治 那么这个政治呢 它有滞后性 它自己形成了一种制度以后 这就是国家 它是比较保守的 它寻求的是稳定 这个政府和政治 它不能一天翻三样 这样的话 它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 别的东西都可以翻 它不能翻 它不能翻得太快 但是它翻不翻的 就我刚才给了你四个模式 就是从封建的到现代 到后现代 它还是翻 只不过它翻的过程非常慢 所以说从这个改革 可以说是经济改革 技术创新 然后呢根据现有的现代理念 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教育问题 这样人的社会能力起来了以后 然后你再进行这个政治权益分配 那大家就更容易参政 但是在这以前 就是说它参政能力没有 你给了它 最后它会又集中到另外一批 优秀的人手上 那如果你幸运 这批优秀的人 就是优秀的共产党 如果不幸运 那就是乔启豪的大富人家 所以说反正这批人就是能力 所以说你说怎么改 他们也不是没有思路 但是这个政治改革 它需要靠幻开来解决 就这批非常强势很优秀的人 他是顽固和保守的 他不肯随便放强 那么就是要下一批很优秀的人 带来一批很优秀的理论 等他们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 就一代一代的前进 就是说如果做得好 这个周期可以缩短 所以那个邓小平 他就提出一个理由 干部制度年轻化 就是说多少年以后 你只要花个年 按年龄下来 也有一些损失 但是这里头损失的小 你得到的收益更大 青年的干部 带着新的思维和新的能力 上来得快 他能够找入组长组织和国家的力量 他这个国家的发展可能就更快 因为你现在是全境化竞争 你不发展 人家发展 或者说你发展的慢 人家发展的快 你还是不行 所以说他发展的 在竞争环境中 叫易水行舟 不竞则退 所以说你看起来 你往前走 但是人家比你走得更快 你还是不行 所以是这个问题 我们不再提问了 刚才蓝教授 关于美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问题 以及在一个集团制的提示之下 如何来做分享的问题 做了非常好的讲述 在这里面 我是充分地感受到我们蓝教授 对比有关于政府创新 尤其是关于在分开的基础上 这种创新的非常多的思想 在这里面 我就不过多评述 我们大家 以这里的掌声感谢蓝教授的 因为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后面再提划 所以现在就 蓝教授就非常清楚 但我们已经讲了一版 完了 就讲了一版 那我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